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知道了 反正现在在我做节目的时候 还都没有到9月7号 今天我看有人 因为我做节目有一个时差的问题 有人在推特上讲说 今天上海的A股 上海的A股跟人民币大概暴涨 在今天上海收盘的时候 它的股市暴涨 汇率暴涨 然后那人说 周末肯定会出事 出事 因为这个暴涨的有点太不正常了 说周末出事情呢 应该是香港的事情 现在林郑月娥是否回到香港 不知道 他去了 应该是去了南宁 去召开一个什么 叫珠江三角洲的一个行政长官的会议 我个人觉得蛮蹊跷的 应该这是一个幌子 应该是个幌子 很可能是国内给他召去的 人说可能这会议就是本该早该开的 我个人觉得这些都是游戏了 这个公开表面的东西 在这种坑井上 表面的说辞 根本就你别把它当回事儿 他进入中国大陆大概是两天 一天半到两天 但现在是否回到香港 不知道 本来以为应该是五号的下午 四号是五号下午 中午飞过去 后来又说他没有坐飞机 所以前后的故事呢 前后就显得比较掩盖 会不会在他身上发生什么 原因就是说 他突然宣布撤回 9月4号宣布撤回 应该讲 给习近平的伤害 给习近平的伤害 超过了大家的想象 超过大家想象 整个香港人不买账 抗争的人不买账 而这个中共本身到现在 对有关林郑月娥这个撤回的决定 没有发表任何一点 外交部敢说这不是外交事务 就瞎扯淡 在他说不是外交事务的时候 他牛脸说 外国的势力黑手还是美国 当中共一拿出外国势力的时候 其实他就承认自己是魔鬼了 任何的外国被他指责成外国势力的国家 是服务于人的正常的国家 那是一个人文的社会 人的社会 当他说人的社会对他有所一种致命的干预的时候 他承认自己不是人 你得反着看 可不是政治上的问题 政治解决 这是人政治上的说法 那政治上的问题 政治解决 那打击是只狐狸 男女问题 家庭问题 家庭解决 你说 周王应该怎么办呢 政治是骗人的 对很多人明白 但他当成说辞 哪里是什么政治问题 政治解决 你看那香港警察还是政治问题 政治解决吗 疯了是在那拿着马路上没人就跳 桑巴舞似的 非说到处看都是人要杀他们 我胡来吗 所以就 我觉得就是 现在的人呢 他需要一个过程 很多现象显现出来 已经完全是生命过程的道理了 可不是政治问题 刚刚死了个 又有一个女孩跳 死了 据说她现在的统计数据说是第九个 昨天死的 跳楼了 留下最后一句话 叫香港人加油 那就非常悲剧了 因为在其中的几个人 第六个到第八个 没有什么太多的报道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看来 李鹏的死 就是死给习近平个人了 算不到这个数里头 因为你这么看 已经死到九个了 而与此同时呢 八月三十一号 据传八月三十一号晚上在太子站 大概可能死人了 可能被警察直接打死了 而这个香港地铁到现在 不拿出他的监视器的饰品 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女孩到太子站去跪的那儿 跪那儿祈求港铁要拿出当天晚上相应的饰品 当天晚上速龙小队的警察们就像疯了 基本就是疯了 你形容他叫疯狗 我觉得都不足以描绘 警察表现出极其极其凶残的样子 有一个人被 有一个孩子被打断了几股 那那几个警察被人家搜索出来 但是呢 整个当时太子站打乱了 就是打乱了赢了 那这个背景之下 星期五的晚上 很多人去了太子站 要求港铁必须公布相关的视频 那比较感触的是 女孩子跪在那儿 希望港铁能够拿出真相 没有 那这种场面是令人感慨 令人难以接受 那其实在我眼睛里以为 你想这种侧隐之心只能去感化那些 还有人性的人 越这样的表达 其实香港警察 相当一部分的香港警察 就会变得越狠毒 他们掩盖 自我掩盖真相 就是自我保护 自我掩盖真相 你就会看到他 连这个虎狼都不如的那种 那种表达是真切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感人 很感人的场面 那在这样的活动 大概到晚上七点钟 六点多 七点的时候 那港铁把太子站就给关闭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8月31号到9月7号 这是七天 他的视频可能只能保留一个星期 但港铁自己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 警察也把太子站连续封过几次 关闭过几次 所以可想而知 里面有故事 里面有一些警察不愿意披露的东西 我相信是这样的 与此同时 默克尔再次出访北京 默克尔在这个 跟李克强的记者会上 公开谈到了香港问题 李克强就香港问题说 支持特区政府依法 止暴止乱 恢复秩序 李克强基本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在香港问题上 没有任何存在意义 她对这个林郑月娥的撤回的说法 不敢做任何表态 所以林郑月娥的撤回 对整个习近平的整个政权来讲 打击巨大 打击巨大 这个 因为所有的事情是以送中条款作为基础 但是当眼花到今天的时候呢 撤回不撤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现在的问题是香港警察的那种暴虐的根源在哪里 和暴虐的行为是什么人 完全就是香港警察本身的 而林郑月娥却用撤回的 已经没有用的撤回的承诺 去掩盖保护香港警察 成为了他撤回的一个根本 可是对习近平而言 对中共而言不一样 中共习近平一切用虚无的东西 来检盖他们相当邪恶的本质 那坚决不撤回 我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这是一种虚无的东西 所以人们通常解释成 他的面子重要 其实不是 他就是靠虚无的东西来欺骗 那这个炮一定撑着 结果这个事儿 让林郑月娥给毁了 当时的默克尔在记者会上讲 基本法保证香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根本不可能过时 该协议依然有效 目前的状况 努力避免暴力 只有通过政治方式 也是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解决问题 你让我说就基本就下败了 对吧 他不是政治问题 他提到香港特首已释放出 愿意展开对话的信号 撤回有争议的逃犯条款 是重要一步 那他希望示威方面参加对话 所以他主动谈到了港府撤回的说法 李克强不敢接茬 西方社会越这么强调 接受撤回的说法 尽管没用 那对于习近平的打击越大 因为他是中心 他是太阳 他是人民的领袖 人民的领袖 这个说法是被王沪宁顶撑去的 那王沪宁宣传了一切的过程 走到今天 结果香港人成为 成为是对的 那香港警察 一切暴力的行为 就是因为不撤回 结果撤回了 你就应该检讨香港的警察的暴行 因为你特首承认自己是错的 承认是错的 那维护错误的观点 警察对香港人事与暴行暴政的话 那你只能够来反省 那通常说 你承认了错误 那你就得道歉 道歉就得国家赔偿 这个事情真相就得公开 他是这么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 对习近平而言 那打击就巨大了 所以里面这个故事 就走到现在走成这样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